就這個麥克戴猛對不對 他每次要嘛就是跑到火星對不對 要嘛跑到那個什麼星星 他跑到某一個星星嘛對不對 總是來人家去救他對不對 那你們這個世代 你們這些東西都會遇到了 或者是你們的孫子對不對 你們兒子孫子就會遇到了 好 那所以呢 前面就是一些基本的發展 那我們後面來看一下 所以物理學的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怎麼把你觀察到的這個世界 用概念用模型用理論 來把它建構起來 然後呢這些東西呢 最重要的點是 概念跟模型 概念的話是今天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你說這個東西叫重力 你也說這個東西叫重力 所以我們兩個溝通就沒有主案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相同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呢 用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去建構一個模型 比如說我們的模型就是 重力隨著距離的平方 反比平方 乘正比 那這樣子呢就是你的所謂物理模型 那這個模型呢就發展出重力的相關理論 所以我發現喔其實它是 阿明王的GM 這就是它的這個理論 那這個整個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怎麼從一個很複雜的世界的行為 去找出這個東西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 很艱困的一條路 很艱困的一條路 好我們來先來 為什麼要很艱困的一條路 那在講這個之前我要先講一下 通常啊 通常啊齁 你這個 服務齁 之前有修過我的課的同學嗎 一堆對不對 我都有說齁 你服務修不好很正常啦齁 修得好你這個人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嗎 服務修得好很奇怪 修得不好才是正常的 知道嗎 蛤 太難了 沒有一個要有一個說服的人的論點啊 對不對 我們的這些物理學 大概是哪些人發展出來的 有沒有概念 比如說 水利樂、科白尼、牛頓 對不對 馬克思維爾、埃恩斯坦 對不對 請問這些人 在當時那個世界 算不算最聰明的 基本上我們都說是天才嘛 對不對 當然可能有些天才是被埋沒 但是至少這些人不笨嘛 對不對 那你在一個學期之內 要學的東西是他們可能 花了兩三年甚至一輩子 再做出來的理論 對不對 你一個學期就要學會喔 你真的學得好 這才有鬼對不對 你智商 比如說假設安塞160 對不對 假設每個都160 對不對 你的智商有這個 比如說540 或者是360 對不對 所以我說學得不好很正常 大家不要覺得很奇怪 學得好你就去看看腦科啦 是不是有點問題對不對 OK啦 開玩笑的啦 但是基本上你們不要覺得很挫折 因為這些概念本來就不容易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要你們都會算 是你怎麼想想看 他會這麼聰明 他是怎麼樣想出這些東西的 一定有一些方法你值得去學習 對不對 重要的是給你這個概念 人家怎麼會有 他怎麼會這樣想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我怎麼都想不到 但至少你學了他的方法 因為這個東西 也許你這個學期上完之後 或這一年上完之後 你就再也不會再碰了 但是人家這些最聰明的人 他怎麼去想事情的方法 要把它學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 概念 什麼叫概念 概念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分析 一個物理量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 今天你要觀察一個現象 比如說一杯咖啡 你丟了糖它就會溶解 那你就想這個溶解 它就是一個物理量 比如說每分鐘溶了5克 每分鐘溶了10克 這是一種物理量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 怎麼樣把你要分析這個系統 用透過這個物理量 或是這些自然現象來分析 這就是所謂的概念 那定律化原理呢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有這些概念之後 這些物理量它怎麼變化 我們就想辦法找出一些數學的模型 這也是大家最痛恨的地方 數學模型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用數學來描述 可是真的 你現在是因為在學 對不對 要請注意 真的你到外面去 發現很多事情 還真的得用數學的方法來解問題 所以數學模型 只是提早到你們去練習 習慣說 有一種有效的科學方法 來幫助理解的事情 那定律或者是原理 Law跟Principal Principal是原理 那基本上是透過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 就是數學的關係 來建立的 那這種稱之為定律 那我們一般的這個 這個數學模型叫定律 那原理呢 原理通常不一定是有數學模型 它大概是一種概念 一種概念 譬如說 這個力學有一個概念 叫最小作用量原理 所以為什麼這個東西 要直線落下呢 在重力的空間會彎曲呢 因為它有一個原理就是說 它要走最短路徑 就是說 這個自然間是很偷懶的 不管在重力空間 或是在任何空間 它就要走最短 那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叫做原理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叫做最小作用量原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模型呢 模型呢 就是我們用來怎麼樣 模擬一個物理世界的這個表象 所以你說這個 今天 你說這個資工奠基的人 幹嘛學物理 幹嘛學物理 學物理 再點未來的就業 有沒有什麼用處 有沒有 想不起來對不對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有沒有在玩這個 遊戲啊 有沒有 有沒有在打遊戲 傳說是不是 你現在在打什麼 傳說 傳說對決對不對 好啦 或者是說這個 星海爭霸有沒有玩過 或者是這個暗黑破壞什麼玩過 天堂 對不對 好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寫這些程式的時候 你希望給這些 玩遊戲的人 什麼樣的感覺 是不是很像真實世界的感覺 對不對 你不會喜歡 今天我們來玩遊戲 你做一個人叫做火柴人 對不對 有啦 有這個遊戲叫火柴人大對決 火柴人 來 我們火柴人來 開始打 一根棒子這樣飛過來 他就 扣50 對不對 你不會 不會喜歡設計這種介面 對不對 你當然是想設計什麼介面 讓人家覺得看起來很像真實世界的介面 好 什麼叫真實世界 怎麼去模擬真實世界 你需要的是什麼 模型 什麼樣的模型 比如說 光應該要怎麼變化 對不對 打到了噴血 血要怎麼噴嘛 對不對 這個以前的戲劇很誇張 這個被砍到的血 這樣噗 一直噴 噴了一個小時都不會死 因為他跟什麼 跟女主角講話 對不對 噴一個小時都不會死 因為他一直噴血一直噴血 那當然病人不會這麼做啦 你怎麼噴血 或是我今天丟一個球 射一個弓箭 甚至我放電 電都還要模擬那個 閃電有分支的樣子 對不對 你需要的是一個數學模型 這個數學模型 可以用真實 可以描述真實世界的樣子 才用程式去表達 對不對 所以呢 你需要這種模型 所以你去譜 不是 你現在學過 最重要是你要記住 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 萬一哪天你真的寫程式 要模擬什麼 電的樣子 光的樣子 或是人物行走的樣子 的時候 你會記得 其實你以前學過 再回來翻就好了 所以我沒有要你們用很高深的課本 讓你們有概念 是最重要的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OK 好 再來就是講到有關於單位 那單位其實你們以前都已經學過了 那單位的重要性呢 是要告訴你說 今天我們這個世界上 在描述物理量的時候 總有一個標準 大家去遵守這個標準 去做一個對話 比如說今天我去買東西 你是一台金還是一公斤 對不對 那買這些東西 你總要有一個標準 你跟我說一斤 結果你講的是一公斤 或講的是一台金 結果我覺得被騙了 對不對 一公斤一台金 差別多少 差0.4 差0.4 對不對 就是一台金是600克 一公斤是1000克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一個標準的單位 所以這個你們都學過了 MKSA MKSA分別代表什麼 這個質量 長度跟時間 對不對 質量用公斤 長度用公尺 時間用秒 好 那其他還有一些其他的單位 比如說今天講到熱學 最重要是溫度 用K 電學用安培來代表電流 講到光學 用燭光CD 或者是來講我們什麼 這個光的亮度 或是照度 這些都是我們的標準單位 好 所以這個單位很重要 那我在生活中 也常常有所謂的這個單位換算 好 所以這個呢 就是課本的題目 那這個課本的題目就講得非常長 看我摩托等 他講什麼事情呢 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這個在熱學中真的會常常發生 台灣比較少 他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滑翔翼 滑翔翼嘛對不對 不是叫拖翼傘對不對 這應該是拖翼傘 滑翔翼是那個 這個是硬的 這是拖翼傘 好啦 他就有個範例 很多英文 他說 我翻譯一下 他說 今天在一個 瑞吉 是一個山嶺 你知道嗎 比較平的那種叫山嶺 在一個山嶺上面呢 我現在的風速 涼到的風速 是每小時25公里 這我們也蠻常聽到的嘛 對不對 現在的風速是多少公里 沒想到多少公里 對不對 好 他說 在這山嶺下 如果你要玩這個 拖翼傘的話 他建議你說 風速要低於怎麼樣 這個 ParaGlide就是這個 拖翼傘 Glide是滑翔的意思 他建議你說 每秒鐘的風速 要小於7公尺 好 那麼問題就來了 氣象預報說 每小時25公里 對不對 你現在說拖翼傘 能夠玩的風速 是每秒鐘7公尺 對不對 所以你就做單位的換算 那今天如果氣象預報是這樣子的話 他問你說 那你如果是這個 這個 Pilot Pilot是飛行員 如果你這個飛行員的話 你要不要去飛 Tekko不就是起降 你要不要去飛 這位很生活化的題目嘛 是不是 那你覺得要飛還是不要飛 蛤 你為什麼不要 不要也有不要理由 他再來說一句話 這常常是這個Green Bay 那個 一個 綠灣 我不知道是哪邊 那是一個外國的地點 通常的風速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要不要飛呢 那我們就算一下 那答案是說 建議不要飛 為什麼不要飛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每小時25公里 那25公里先換成公尺 對不對 差1000倍 對不對 然後一小時3600秒 那除完之後大概是6.94 是不是很接近不能飛的上線了 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不要飛 因為瞬間風速可能就把你打歪了 對不對 前陣子不是才有這個去玩 然後結果這個就撞山掉下來 對不對 前一陣子嘛 所以這個要小心啦 這個要小心 好不好 所以假設你們去玩 你可以先看氣象預報 說到時候你們要玩那個地方的風速是多少 對不對 記得 這個是很簡單 很日常的一個例子 OK 好 那這裡有很多這個單位 不一意念 比如說活性 活性 就是媒體中有一個例子摔檢 叫做一個貝克 這個電容 電容是庫倫除以伏特 它單位是法拉 這個你們 你們在做電子學實驗了沒有 還沒嘛 以後你們知道這個電容 單位是法拉 那電的單位安培秒或是庫倫 然後 好 一下就不念了 其他你們就知道了 那還有一些標準的簡稱 這些簡稱呢 這些簡稱 你們可能自己要稍微知道一下 因為這樣差不多都會用到 對不對 比如說 這個安培用A來代表 對不對 所以你們看你們買去買電線 你知道現在家裡標準的電線 一般來說 它可以承受多少安培的電流 一般 一般 一般家裡 知道嗎 2A 有其他的答案嗎 啊 110幅的電壓下 一般來說 你們有沒有仔細看這個電線 它大概要承受多少安培 Action 鐵人的標準 0.050 還有什麼答案 一般你們回去看延長線 正常的標歸延長線,台灣,110V的情況下,要能夠承受15安培的電 上面寫15A,110V,1650W,你們回去仔細看,就有這個東西 所以希望你們在學物理的時候,對這個要有一些概念 就是說,到底這單位理想說怎麼用,然後什麼叫做標準,什麼叫做可以用,這個要弄清楚 那你常常買到便宜Costdown的,我看到非常多,它上面都只有寫11安培,也就是1210V 那買到那種的呢,價錢一樣,可是它可以承受安全的變流就低了 好,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繼續